歡迎收看職人工具開箱單元 一般工業用防粉塵或是噴漆用的面罩 最常見的就是CM也很好取得 我自己也用了好幾年 的確是非常好用的產品 不過防袋已經損壞 濾罐也使用一段時間需要更換 所以就來開箱一下來自歐洲的品牌 GBS ELLAPS P3面罩 整體包裝大概是這樣 安全規範後面都有標示 舉例N95就是N不抗油物 過濾95%的顆粒 這次開箱的等級是P100 抗油物過濾達99% 一般木工粉塵或是焊接都可以使用 算是比較萬用的等級 不過要噴漆溶劑類使用的話 就要換更高級別的濾罐 本體設計的很緊湊 也有很多優化過的巧思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原因 它的綁帶選用比較寬厚一些 在拉扯的壽命上也會耐久一點 我原本雖然的長時間拉扯下已經沒有彈性 不過這已經用好幾年了 僅供參考 另外來看這個綁帶固定點的細節 雖然的是在偏上方往後延伸 GVS的則設計在側邊 這會影響你在佩戴鼻梁兩側的舒適感 因為雖然是靠拉上方更多力量來確實氣密 也因為要拉比較緊的關係 佩戴上的觸感就比較有壓迫感 GVS的內側設計就明顯寬了不少 加上它是從側邊濕立 整體佩戴上就舒適很多也不需要拉太緊 綁帶上方也配有止滑點蠻好固定的 另外呼吸上的阻力也蠻小的 兩側大面積吸氣加上前氣閥呼氣 一般工作甚至日常佩戴都沒啥問題 當然你也不可能佩戴著運動吧 換裝濾網也蠻簡單的 內側有旋鈕你把它轉開 蓋子掀開以後把濾網拔起來即可 再來重點就是它可以搭配焊接面罩 馬上實測給你看 一頂是我在用的 Ultro 1640 另一頂是比較親民的微帽 各位可以看到兩頂都是輕鬆和上面罩 它主打的就是適合長時間佩戴 初次在佩戴上的舒適度差異蠻有感的 不論是在鬆緊帶或是臉部服貼的部分 壓迫感的程度都是減少蠻多的 親密的部分也都稍微喬一下就OK了 測試一段時間眼鏡都不會起霧喔 另外都有附個密封袋讓你存放 收納完畢的體積也是很小 硬要講比較讓人無法接受的 大概就是耗材價格偏高 不過因為設計緊湊還蠻適合亞洲人的 如果你蠻在乎舒適性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你應該會喜歡 最後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行到影片下方連結去購買 下次有好工具再開箱給各位看 掰掰 作曲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